不过马总统最近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因为他的母亲秦厚修 昨天晚上传出一度病危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治疗 不过院方表示发出病危通知 只是一般作业的程序 秦厚修现在生命真相稳定 而今天一早 万方医院也和家属 以及总统府三方协调之后 决定未来几天都会以新闻稿的方式 来对外说明马妈妈的最新病况 同时也感谢外界的关心 早上马英九的妈妈 秦厚修九号晚间传出住院消息 万方医院还曾在八号发出病危通知 让住在美国的四位女儿 立刻赶回台北 秦女士因为长年的慢性病 跟急性的感染 在四月初进驻到万方医院 那万方医院已经组成了一个 专业的医疗团队来全新照顾 那目前秦女士她的生命真相稳定 并且有逐渐在改善 那我们正在密切观察后续的治疗效果当中 据当解马妈妈上星期四身体不舒服 主动就医 发现白血球飙高 肺部有急性感染 因此立即安排住院 不过七号一度未出血并发肺炎 隔天马大姐就收到院方发出的病危通知 不过担心总统最近国事繁忙 因此打算九号晚间才告诉总统 总统获报后也立刻赶往医院探望母亲 目前由万方医院院长亲自带领医疗团队 在加护病房积极治疗 不过院方澄清发出病危通知 其实只是作业惯例并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要密切的观察 所以我们有到加护病房去观察 那本院对任何住到加护病房的病人 不管是开弯道的病人 或者是其他疾病病人 我们都会例行有这个病危通知的这个发出 官方议院表示马妈妈的病情已经改善 目前肾病迹象稳定 但是何时出院还要密切观察 原来TV综合报道